对社会的反思与人文关怀 让联宝钗从创作中不断地剖析人性 陶逸创作先将土石经过炼土而成为泥团 再以翘首拉胚或捏土塑形 然后经过高温火焰的摇烧淬炼 才能化成令人赞叹的气形与忧色 陶逸也是人类从原始时代 进入文明发展的重要标记 联宝钗从生活陶逸出发 结合复合煤柴展现创作心境 回顾近年来的创作 除了早期的生活陶逸作品 绝大部分的重心放在陶塑的表现 也就是透过陶鼠的可作性 去表现立体的人物、动物和神佛等主题 同时将陶塑作品结合复合煤柴 例如铸铁与油彩的搭配 开展出个人陶逸创作的当代格局 联宝钗女士的创作议题 充满对社会的反思与人文关怀 尝试从不同角度去了解社会各个层面 并利用社会事件描述并剖析人性 随着家属新生命的诞生 联宝钗开始与幼童天真的双眼 一起观看世界 借着充满生命力的动物形象 重新诠释人类与自然间的相互关系 又因为个人经历的生老病死 潜心学佛追求开悟 而走向雕塑一千尊菩萨与人结缘的创作之路 十方新闻记者 奈依荣台北采访报道 奈依荣台北采访报道